这还有一次 就是直接抓住他人 然后我们住楼上楼下嘛 然后那个欣姐 我说欣姐干嘛呢 她说那个 她收拾东西呢 我说我给你送个东西 她说不用 明天再送嘛 我说我现在就要给你送 其实也没啥东西 然后看见他了之后我就哭 然后我就啊 啊 就这么哭 早就站在门口 就一直站在门口也不说话 我就不知道他要干嘛 那别人看 邻居看到不方便吧 就是你在家门口 就是要这种舆论的压力 就是要这种舆论的压力 年龄还以为 你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经常 他这么多年 就在苦心营造这个形象 好多人攻击我 说你要对杜海涛好一点 他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那么对他 很多人都这样 可是好完了之后 心里有舒服吧 哦 舒服 真的舒服了 哎呀 每次都觉得 就是一次净化 就是真的是通透 你见到吴欣真的相当于转山 你知道吗 对 这样我就转运了 天天 好不净化 请问那个哭 就是非得是吴欣对不对 不可以是对别人没有 对你母亲这样没有用 没有没有 真的这么多年就是他 那你女朋友不在意啊